HELLO 大家好,我是維恩,今天要為各位準備的是高手投稿 由投稿方一批色 Four Seasons 所投稿的是天梯單人1900分的對局 那雖然自己是1900,但是對手是 國際知名的高手Dragon Star 2400分 那差了500分的差距,來看一下我們的投稿方Four Seasons 這個帳號是有換名字,我們直接簡稱為中台 中台是怎麼樣來打這一盤比賽的 那雙方聞名是蒙古打蒙古地圖阿拉伯 蒙古內戰一直以來是我非常喜歡看的內容 因為蒙古內戰有太多太多的走向了 有包含馬攻對射,要不要出蒙圖 然後會不會有打草原祭兵,打祭兵線,還是有打 如果大家是打這個騎士線的話,那會不會有事變成駱駝內戰 然後還有極速流蒙古肉馬或是前置小宮或是高速小宮等等 太多戰術可以 在蒙古內戰裡面看得到 那就來看一下這盤的對決 Dragon Star這邊的圖 左巾前面 石頭後置位 木區分別在左邊跟右邊 圖整體來說還算是ok啦 還算是ok 然後現在開始在推斑馬 那蒙古打獵有加成推斑馬也是 常見的 那目前雙方都沒有去偷對手的犀牛 這邊中台也是推斑馬 順帶一提 中台 應該跟我一樣是去年 4月或3月開始玩世紀帝國的 以前分數跟我差不多 那現在已經來到的1900 我非常 看好他未來 可以變成是台灣的 固定班底2000家 的台灣高手 然後他這個進步的幅度非常的快 我真的很期待 真的很期待 那 這一盤 我已經有看過了 所以我要先看一下 介紹一下為什麼中台現在那麼強 短短的一兩年內 從應該是12加到現在19加 我自己是12加到17嗎 他是12加到19 這真的是 我真的覺得很強 這花很多時間在練習跟 檢討自己的打法 那這邊他蒙古是一樣把該推的都推一推 然後犀牛該吃的吃一吃 伐木的話 目前 是五人伐木 這邊還有一個 村民是在伐木 房子蓋到20 因為這個蒙古的配置 我們要來看一下 有沒有極速 升級的這種打法 木材 可能要省一下 雖然跟薩這邊是三人伐木配置 然後 房子已經蓋到25了 那這邊又接一個木房代表他目前不會打個黑快民兵 然後 封建可以先點是可以先點但是等一下木材量 上來的會比較晚一點 那中台這邊是16村點織布 然後上封建 然後這邊一樣是單伐木 這邊走黃金 那這邊走黃金的話 呃我們可以估計他是打一個 快速的小弓 快速的小弓 其實那個極速肉馬流 還有極速小弓流 都有人喜歡 都有人支持 那像比賽局裡面 呃這個 HERA 還有VIPER 都有玩過這個蒙古的 極速肉馬 包含去年的沙漠之王第四屆 VIPER使用了蒙古 就是高速的肉馬 是直接擊敗的 芬蘭選手 Veliz 那一場我的影片 我的頻道裡面也有記錄著 我覺得非常的 經典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回去翻一下 蒙古真的很多戰術 那這邊 中台拉了一村 我們去前置 Dragon Star 沒有發現 OK 前置的位置 很重要啊 這邊是一個高地 這邊是一個高地 蓋在這個地方 非常的優 哦 那最近這個天梯對戰裡面 也有講到這個 MBL的走後門戰術 他是直接蓋在最後面 哦不過差不多一樣的意思 有時候這種戰術就是 你沒有想到對手出現在 你家 或者是怎麼樣 你反應過來的時候 可能已經來不及了 Dragon Star其實現在 多多少少有察覺到 他有繞了這裡 繞了中台的家一圈 沒有看到軍事建設 他繞回來砍這隻肉嗎 然後這邊跟的是 射箭場 其實在此時此刻Dragon Star 已經聞到這個味道 他沒有去挖黃金的 可是他已經聞到 中台 投稿方 是要打 高速的小弓 只是 是從家裡出門 還是從哪個角度出門 目前Dragon Star他不知道 所以他現在大開尾 趕快尾 所以其實 為什麼他是2400的國際好手 他的反應非常的快 是面對16村 急速升級上來的蒙古前置 小弓流 他已經有察覺了 依照他這個配置 沒有去挖黃金 有可能他是一個肉麻開局更多 可是他 偵查到了 聞到了 改成是 撈兵騎手 這邊其實都已經圍了 就插這裡 就插這裡 也就是說 中台這一波快攻 只能從這裡進來了 這邊兩隻毛兵 這邊中台有 4隻小弓 5隻小弓 Dragon Star 這裡真的圍得很快 這裡真的圍得很快 但是這裡刺猴卡在這裡 這邊Dragon Star也看到 這裡點出一擊射 這邊中台有斷村 斷村為了點一擊射 這邊小弓直接走進來 這個洞還沒有圍 直接炸開 非常的兇猛 我一直也是覺得這個蒙古 16村 極速小弓 不能輕忽他 這邊已經下了三村 快秒殺 快秒殺 但其實 過往很多頂尖的高手 對打到 Viper 包含像 更強的玩家 21加22加的 阿根廷 選手 Birdy 好也是會玩這一套 那其實Dragon Star這一波其實已經守了算是 90分 我覺得90分 但是這個洞真的是 被中台敬銳的一波刺猴一氣呵成卡住 然後這邊大爆射一波 這邊Dragon Star我是不太清楚為何他又拉村民來這邊 已經亂掉了 瘋了 那個節奏已經不太想打了那種感覺 一個19加的 台灣 玩家中台 幾乎要秒殺高於他500分的 國際選手 那這邊這個洞一直都補不起來 Dragon Star 這裡已經點出一級射跟一級 一級射跟一級防這裡 但是這邊小弓一直換 一直換 那這邊不打毛兵打村民是非常正確的換到了8村 23村打28 Dragon Star基本功很屌 他在這個情況下還沒有斷村 如果是一般玩家跟 中台一樣的話可能 這裡閒置 DC應該賽也會飆出來啦 那Dragon Star這裡真的是很穩喔 但是必須說中台這一波 打得真的很強 而且這個流程 其實老實說不好練 蠻容易 一個小失誤就失敗 但是 那蒙古真的是具有這個前期非常快速殺敵的能力喔 這邊前置完之後 小弓挽回拉 這邊 重新搞經濟 這邊小細節是 中台 這個木用的很 精簡 這個 都捨不得鋪鐵 Dragon Star落後8村 那 兩者相差500分 Dragon Star能 在落後8村的情況下 逆轉獲勝嗎 我們接下來要去看一下 那現在中台旅回家 他的軍事建設都在前線 那Dragon Star也沒有辦法清掉 這邊目前的這些東西 那現在把小弓拉回去 轉了一個馬舊 中台的打法比較不夾經濟的 最近覺得打的是先有軍事再來搞經濟的打法 其實默默也有在觀察中台的打法 我覺得拉 現在的爬分模式 也是比較推薦大家先有軍事 再偷經濟 再搞經濟 再搞經濟 一昧的偷經濟 這很容易 不大事 不好打不好打 好那現在是31吋打36 這邊Dragon Star我還是要給大家一個佩服 RESPECT 他居然可以這樣閒置梯只有17秒 死了8村的星光線 心態還挺得住 在這邊插了一支劍塔 可能 第一個主經在靠前 第二個對手 殺了我那麼多村 肯定先上城堡 等一下弓兵先過來 我自己毛兵可能還擋不住 這邊插一支劍塔 我是覺得沒有問題 中台這裡的馬舊 肉馬出來 對手有看到這是新鮮的 代表是有馬舊 摘根莎士一定有能夠聞到 這邊的小弓沒有繼續按 如果是MBL的話 他還會繼續搞 我覺得他還會繼續搞 這個 如果要從19變20 21 感覺這個射箭場還可以繼續 殘一些兵 繼續搞搞臭 這些小弓全部都藏在梯子裡面 OK這邊出去 用兵很精簡 也是為什麼 我認為中台在15加跟現在19加的很大的差別 用兵精簡 對手有什麼兵 我們用什麼兵反制 然後反應的速度很快 營運的能力也變強 開圍 的速度也很快 有什麼時候開圍就 已經越打越像 國際比賽的感覺 這邊小弓 這邊小弓也是走的比較遠的地方 不走正面 也是想要騎一騎一波 也是想要騎一騎一波 那這邊大量的 毛兵跟弓兵 Dragon薩走過來 基本上這邊 已經為死 這邊有個馬舊 點了一級防 很強 這邊等一下可以看一下有沒有草原祭兵 蒙古的草原祭兵 陳寶實在非常的強 可以考慮出看看 OK這邊想要補一個士忌 因為這裡進來的話 會有點痛 先先擋一下擋一下 OK 這邊中台順利到城堡時代 佳根薩這裡沒有辦法進來 佳根薩點了城堡之後 反手點一級木跟一級龍 這邊是弩兵跟二級色 目前是出騎士 好 現在這裡被逼到一隻劍塔 其實 打到這個階段 對中台來說手應該會抖 畢竟對手是高於自己500分的 玩家 可是現在他握有優勢 有時候 有優勢 我們要怎麼樣 慢慢擴大拿下比賽 面對自己 比自己強要的對手的時候 其實會緊張的 更緊張 所以中盤目前 Dragonside也並未投降 分數也只有差600分而已 其實對Dragonside來說 以他的整體戰力來看的話 他是 隨時有機會抓到中台 拿一波失誤 然後逆轉中台 那這邊Dragonside上來是點了一個戰矛跟弩兵是純粹要打弓兵線 那 中台這邊 沒有照鏡是開2TC 其實在這個時間點 你會想要早早結束 對手 前面已經有得力了 你可能會想要來個前置BK什麼的 我在我的預期之下 可能是有個前置BK打工兵跟工兵然後前置BK這種打法 那中台這邊是打了一個3TC 心態很穩 心態很穩 假設是開前置BK 沒有投影反反而被反殺 那這樣子 前面的優勢就 算是送掉 我現在開3TC慢慢擴大優勢一個防守BK慢慢營運 都顯現出 我覺得15 16加的世界跟19加 20加的世界他們的那種沉著度是不一樣的營運能力 決策能力 也不一樣 你在看19 20加以上的對局時 他們往往都可以把自己的 文明的 國土營運的 很像是一個帝國 就是慢慢的多點開花地圖上 到處都有 藍色的 村民跟建築 的那種感覺 每一場都是這樣 這個是我覺得 大家看久看久就會發現 有這一回事 那在比較地分局新手場面就很難發現這種 地圖上 到處都是有 你殖民過的那種痕跡 比較少 那需要注意到的是Dragonsar現在是46村打56 其實村民數 沒有落後太多 然後目前在挖石頭有可能是要打一波強軍世界蒙圖 現在是用BK做防守灑了很多的田 現在沒有照進出騎士 這邊的決策非常的有意思 如果我剛把上帝四條關掉的話 我想有很多 觀眾會想要出雙馬就 騎士 直接吃一波 然後單TC或2TC直接打 但是這邊 重賴打了一個3TC 展現他的 營運能力 19加的營運能力 我覺得這個決策打得非常好 好這邊大量撒天 快速 擴大他的經濟 Dragonsar這裡 是一個單TC挖寶 他一直在出毛兵什麼的 等的是 中台來射他 但是中台 從封建一個 性格上 是一個非常積極的強軍式的打法 變成是一個 保守開農 這個其實 已經講到心理戰層面去了 這也是過去 沙漠之王Vinterest 他常常用的套路 我就是把他稱為慣性養弓 封建打得極凶 在你對手沒有視角的情況下 他會認為你這一盤後續 還會打一個凶的套路 因為你沒有地圖視野 你很害怕 對手有個 時代的領先 你很害怕 所以你會按很多的 工兵要做防守 因為你沒有任何情報 而在你此時你可以來一個城堡3TC偷經濟 那中台是採用這樣子的打法 我可以跟大家保證 這個打法 中台不是 沒有預謀 隨便打的 就是 無腦開農 沒有這個是 封建先打凶 城堡開農 Dragonsar被騙到很多的工兵 其實這些戰謀跟工兵目前 沒有做到事情 那Dragonsar這裡落後蠻多的嘛 自己過來蓋個連上寶 但是這裡開始點二防馬 這個布局真的很精彩 真的很精彩 現在 突然的二防馬出來 現在 措手不及啊 真的措手不及 雖然跟薩措手不及 大量工程器 BK BK 太漂亮了 這一盤 認真講的話 我覺得中台有2400分的實力 2300有啦 不要說2300 2300有 我覺得這一盤 啊有的 營運 閒置TC 雖然高了一點點 但是絕大多 絕大部分是 前期封建 累積下來了 一分鐘兩分鐘 營運能力也很棒 雖然跟薩丹TC 還有大量閒置TC 那就很慘 目前一分 雖然是很棒 但是只有一個TC 可以嗎 現在兩個 兩個 BK 然後二防騎士 頭車 弩炮 弓箭打擊 城堡轉了一手 艾濃 3TC BK 防守 採用的是 不同的策略 擴大優勢 展現出自己的營運 這邊還有投石車 那 Dragon薩 已經整個都亂掉了 被騙到了 城堡的那一波真的是 有讓我看到Ventress的樣子哦 弓箭打凶城堡開農 其實過去我在沙漠之王的副盤裡面有講過 Mr.Yu跟 Ventress 在沙漠之王裡面的表現 他們兩位選手都是 蠻常這樣打的 弓箭打了一個什麼黑塊 黑塊棒棒 然後擴大優勢 打一波很兇很兇的 然後有一些小小時代的引先 結果是來個3TC 而不是那種 時代 城堡一上來 弓箭就出現你在後面亂射一波騎士也隨著來的那種打法 是逆向而行的3TC 關於這個 地圖裡面看不到的這種隱藏的戰術陽光啊 今天又再次複習到了 GG 等一下那手術爆炸 那 已經 不知道怎麼玩了 很漂亮的一場 那大家可以實際去查一下 兩位玩家 確實差了四五百分 那 我覺得這是非常經典的一戰 然後我也沒有想到我們的 台灣玩家中台從 應該是兩年前吧 12加 到現在19加 一直在進步 包含這一盤的內容 我看起來不是19加 應該 少說有21啦 20 21 然後整體的流程 蒙古這個16 16春升級級數上來 前置的雙試驗場 斷春點 一級射 然後 轉更煞這邊反應很快了 但是就是這個 靈門硬角沒有守到 死了八村 死了八村 之後沒有躁進 城堡沒有打強軍事反倒是 逼出 轉更煞這裡一個劍塔 喔這裡一個劍塔 然後這邊大量的戰毛跟弓兵之後 中台直接轉3DC 這一個是 整場比賽最大的關鍵 怎麼樣慢慢的擴大優勢 PTT杯 Daniel在拿到冠軍之後 他也有分享到 只要我有一些些的優勢 我們要學會怎麼擴大優勢 我們不需要急著去打他 因為他會來打我們 我們只要好好的守住 3TC 開農 做防守 帝王反擊 或是城堡經濟 這個 成長之後 打一個大城堡反擊 你更能 吃掉這一盤的比賽 那這一盤就是 中台 展現出他營運跟決策能力的 經典之戰 那這一則轉播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希望大家會喜歡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 紅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